每每都有客人会问及家居风水摆设 很多宝贝如何摆放更合适呢? 很多人一提及风水便露出似信非信的表情 也难怪,看不到摸不到的都很难说 风水其实是一门研究自然规律的学科 起源于易经和任何宗教信仰没有冲击 我们知道中医的最早著作是《皇帝内经》 而《皇帝内经》也是起源于易经 我们对风水,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抱有的是敬畏之心 家居风水摆好,无疑在天时地利上是占有优势的 再加上主人自身的强烈愿望和对规律的尊敬 风水对人自身还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的 今天呢,我们就看看2022年家居风水 拿出一些宝贝摆一摆 当然很多风水摆设不局限于此 规律本身就是不停的学习和总结的过程 可以简单的呢,把家居画成九个方位 就是九宫图 看看今年的正南方 今年的正南方可是个好位置 九子又必兴,是风水洗神位 风水洗神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位置摆好了 各种各样的喜事会连连发生的 这个位置可以多摆一些紫色红色的东西 比如说紫水镜,红色,紫色居多的斑彩石等等 明年的东南角呢,是文昌位 这个位置是好位置,可以好好催望一下 观韵,学习,事业 可以摆多些富贵竹,青蛙,金蝉等等 连跳三级,步步高升 下面这个位置是大家都喜欢的位置 就是东北角,正财位 这个位置可以多多放聚报盆拉 转运轮,金蝉,葫芦,黄水晶 反正能招财的东西多多益善 紧接着就是西北角,偏财位 这里也是贵人位 这个位置正好在西北角 我们知道西北角是家居男主人位 也就是说明年家里的男主人 有很多机会遇到贵人 并有发偏财的机会 这个位置可不可小觑 要好好摆一摆哟 首当其中的就是皮修 再加上五笛钱 紫水晶 斑彩石 才招来还要守得住 是吧 明年正北方也是个不错的位置 是桃花位 对于单身的朋友 又想招正桃花的摆个粉水晶 那么已婚的朋友呢 就摆个紫水晶 夫妻和睦 家庭幸福 明年的正东方是是非小人位 避免各种口角和争斗 粉红色望人圆 我们摆一个粉水晶龙龟再好不过了 龙龟是一种瑞瘦 风水上的主要作用是旺财化煞 防生意上的小人 防破产 防被骗 同时又助力健康 增福 增瘦 当然除了龙龟 还可以考虑摆一套粉水晶 七星阵 总之 远小人不如防小人 少听是非 少说是非 明年的西南角呢 也就是女主位 女主人的位置家居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小病位 小病位呢 就是女主人呢 要注意经常检查身体 注意身体健康 自己也可以多佩戴葫芦 或者是悬挂葫芦 可以摆放白水晶球 五地钱等等 明年的正西方 是特财位 摆多些铜啊 金的东西 比如说电视机之类的 可以摆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绿色的植物 最后我们聊到中宫 中宫呢 明年是大胸位 也是大病位 一般情况 中宫呢 就是家居的中间的位置 这个位置要保持干净 可以考虑摆一个 绿色的圆圆的五地钱 如果觉得这个小的不够 我们来个大的 或者摆一个圆圆的玉璧 这可是超大的平安扣 平安扣 扣平安 在个人努力的前提下 又有各种风水神器的 加持催旺 祝大家新的一年 2022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